特勤隊員集結起焚速殺 隨即正開行動 小跑步靠近這一扇門 用破壞工具進行攻堅 特槍實彈進入屋內搜索 從賭博機房內搜出髒證物 其中不乏電腦電鈔機 警員一一陳列 收槍與大批子彈 該博弈集團 曾於112年間 經營某娛樂城賭博 遭警方查獲後 又再更換娛樂城名稱 設立賭博機房 刑事局中打破獲用槍的博弈集團 機房就設立在台中西屯區的 商辦大樓內 串接線上的真人百家樂 餃子老虎機 就連體育賽事與彩票的 下注標的都有 警方調查發現 嫌犯叫華的犯罪手法 還包括監控員工行動 房內架設監視器 監控員工上班情形 及是否有警方攻堅情形 以阻礙警方查棄 警方發現該集團旗下組織 嚴密分工細膩 才切換經營 因此歷經三個多月蒐證 才進行攻堅搜索行動 清查一年內 博弈集團不罰 所得就高達兩億三千萬 將陳姓祖賢等八人 依刑罰賭博罪及槍炮彈藥刀 謝官製條例 移送台中地檢署偵辦 在新聞戰略縣 在台中採訪嗎 到 臨時